都市言情剧的热度这几年里有增无减 年初的今生有你和三月的余生 请多指教都迎来了大爆 不仅是剧集出圈 几位主演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加持 于是有不少投资方涌入了这一行列 更多的剧集涌现出来 让观众不知从何下手 待播剧中杨幂和徐凯主演的爱的二八定律高颜值搭配格外吸睛 预告里的互动也是甜度爆表 还有诚意搭档张雨昕主演的南风之我意 男主诚意再度演绎美强惨角色 颜值演技双双再现 或许又有呈现出新的惊喜 更是有神仙姐姐刘亦菲和小生李献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 路透图里的刘亦菲依旧是仙气满满 两人应该也会擦出新的火花 眼下 又有一部洋影 Angela Baby和相差13岁的赖冠林主演的姐弟练题材剧爱情应该有的样子登陆网络视频平台开播 难道会是爆款 剧情节奏快 直求追爱有看点 爱情应该有的样子讲述的是职场女强人尹一可 杨颖是 过着看似完美的生活 实际上格外孤独 直到在便利店偶遇了徐光熙 赖冠林氏 因为儿时的记忆 两人的情感逐渐清晰了起来 最终共同进步走到一起的故事 该剧属于标准的年下恋情 女主已经有成熟的心态和稳定的事业 而男主却是个刚进入社会的懵懂少年 为了追寻女主的步伐 拉快了生命的进度条 有着共同进步的意味 利益比较向上 从开头的长镜头 刻画出了女主在职场中的形象 专业能力过硬 做事情雷厉风行 而且也交代出她有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相较于情感的丰沛 他们更像是为了完成任务走到一起 这或许也是许多成年人的选择 而女主却意外遇到了男主 生活的轨迹似乎也就此发生了变化 一起去买醉求开心 发生误会 虽然有些吐气 但下一秒就有点意想不到了 因为男主居然登门造访 最开始觉得女主眼熟也不是搭讪套路 这两人是重组家庭里的孩子 小时候玩耍 但后期又分开了 甚至有点为骨科设定 这次是真姐姐了 这部剧给人观感最好的一点就是男主的情感线 因为儿时的情感 从见到女主第一眼就有了心动 继而不断寻求自己的真爱 但对方有男友期间也没有做人设的语举行为 更像是一个弟弟一样默默陪伴着对方 不过暧昧期向来是最甜的 到了后续两人想要走到一起 家庭 事业都是他们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但还是希望专发堂 别搞虐 演员阵容有惊喜 女主演技略尬